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预计最慢在这个礼拜四五过后 到下礼拜呢 这地方会成行 原因到底在哪里 我们直接来看 从技术面的角度里面来看 台北股市跌破半年线呢 既然目前来到半年线位置区的时候 月季线它本身是下压的 那月季线呢 在下压的过程里面 目前月季线呢 它只差个30点左右的空间呢 这地方就要形成死亡交叉 那这个30点左右的空间呢 就是今天礼拜二嘛 到礼拜五到下个礼拜这个时间点呢 台北股市呢 就有机会呢 形成整个死亡交叉的一个 阻跌的一个趋势的一个状况 所以呢 从技术面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觉得这个时间点哦 不会多太久 大概就这几天 所以呢 盘市呢 这地方如果说还在半年线附近走震荡的话 那我还是要建议各位 尽量把手上的持股呢 去换现股 换成资金 这样的一个操作方式 才能够让你避开主跌断那波的一个下跌的一个趋势呢 会跌得又凶又猛 那原因到底在哪里 因为你从筹码的角度里面来看 你会发现到 目前呢 就从筹码的角度里面 其实近期啊 整个台北股市呢 会出现这么大的一个 比较属于那种 比较属于那种弱势的一个状况 其实都跟筹码有关 尤其呢 跟美元 跟汇率呢 跟新台币汇率呢 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系 我们从美元的一个角度来看 你就会发现到 美元走势呢 其实在今天的走势里面已经来到多少 99.9了 几乎那快上百了 99.93 快上百了 当美元指数呢 一直在走强的话 这一定会对于其他国家的货币呢 出现很大的一个压力 因为 尤其是在亚洲汇率 亚洲汇率呢 是跟美元的走势呢 是形成一个 呃 悄悄板的一个状况 当美元指数呢 已经接近快百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到啊 近期为什么在整个 像是人民币的走势里面 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会让你看到 哎 奇怪 人民币怎么搞得一直在创 波段以来的一个新低 它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元太强了 而且呢 亚洲国家呢 这地方啊 要提高你的出口竞争力 那这里最好的状况呢 就是出现贬值 因为川普本身的政策 它是以内需为主 保护主义为主 那你要怎么样去提高你出口的竞争力呢 那当然 要让你本身的一个汇率呢 出现贬值之后 才会比较有利于出口 所以呢 你从整个人民币呢 这地方啊 屡创新低来看 你就会发现到 近期呢 在整个韩环 跟整个新台币的走势呢 这地方啊 也出现了一个 很明显的一个贬值的一个状况 目前韩环的走势呢 这地方已经贬值创7月份以来的新低 然后呢 新来币汇率呢 在昨天出现一个大贬 有没有 到目前为止你就会发现到 这个地方啊 新来币汇率这个头部已经浮现了 这个地方已经创8月份以来的新低 这也代表了说 新来币会离目前这个劲扁的走势啊 在亚洲股市 在亚洲市场里面才刚刚要开始 所以呢 从这个一个角度来看 你就会发现到 外资在这个时间里呢 它不卖都不行 为什么 因为它有混损的压力 所以昨天外资呢 又卖超 再现货卖超了140几亿 然后呢 连续这四天以来啊 外资总共卖超了500多亿 那我可以跟各位说 这个卖超只是才刚开始 为什么 因为美国呢 在12月13号升息应该确 应该是90%以上确定 明年还有两次升息嘛 所以美元走强的一个趋势 它会一直延续当中 所以呢 在整个新来币会离呢 这个贬值的趋势出来的时候 外资会有汇损的压力之下 它一定卖 那它怎么卖 到底要卖什么股票 那各位 这个东西哦 你从最近的国际股市的表现里面 你就会发现到 因为如果说你从整个台股啊 在整个美国挂牌的一些ADR来看 你就会发现哦 比方说 在美国挂牌的ADR里面 像台积电 目前呢ADR昨天是大跌了3%多 来到多少 来到28.85 如果你去换算的话 其实台积电现在的价格应该是在多少 170以下 那当然今天台积电看起来没有跌啊 原因是因为 这两天是属于期货结算 稍微撑一下牌 但是呢 期货结算完呢 台积电的走势还是要跟ADR去接轨 所以当台积电跌的时候 你不用想说台北股市的指数有多高 所以呢 反而后面主跌的趋势会出来哦 除了台积电之外呢 再来说 比方说像日月光的ADR 昨天大跌了4%多 到现在为止 日月光的ADR是跌翻天了 跌翻天了 可是你仔细来看 日月光的ADR的一个走势呢 到目前为止 跌幅还没有ADR中 那是因为这两天正好是遇到期货结算 所以呢 当台湾在美国挂牌的ADR 都出现中错的话 那你要预防的就是 后面这些个股在台股呢 会有补迭的一个效益 到时候的压力它会更重 那当然这个地方唯一能够帮你返派为胜的 我还是要说只有 眷空 只有眷空 那当然这地方你说你要去找标股 这个盘是到现在为止 没有什么标股啦 有些个股呢 是传统产业内股 有些股票在涨 可是呢 在涨的股票呢 是跟美国的一些内需个股呢 其实也没有太大的联动 因为美国的内需 以内需为主的话 台湾的一些传统产业内股这边得力不多 所以呢 反而呢 电子内股的全值占台股太重了 所以呢 反而到现在为止呢 眷空的股票反而会有一段的跌势 举个例子来讲 比方说352的同志 当初460左右眷空了 到现在为止306块 到目前为止306块 前地在305又快创破断底点了 这一波的走势里面 短短一个多礼拜 我们已经赚了5成了 比方说3081的联雅光电 这类型的个股从400跌到快券空 跌升稍有反弹 可是你空在402块 你根本不需要在乎这短线上面的反弹 而且这类型的个股反弹完还要再跌 为什么 因为之前我们空的6238的胜利 这类型的个股到目前为止 跌升之后反弹 到目前为止弹不上去反而还要再跌 所以呢 你从这个角度里面 就可以发现到 目前台北股市到目前为止来看的话 很多个股空方的趋势一直延续当中 所以呢 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准备了两档 还在右肩做头型的个股 那这类型做头型的股票呢 举个例子来讲 像我们近期放空的股票 3324的双红 到目前为止你会发现到 右肩放空到目前为止 你怎么做 你都是赚 而且呢 趋势已经开始走跌了 所以呢 类似像 双红这个位置区的一个股票 或者是呢 3552的同志 当时在右肩的股票 目前我们准备了两档 这两档个股呢 当然一破线的话 后面的跌势会越6块越几 所以我希望各位 这个让你真的想要反败为胜 还是要掌握空单的股票 这地方呢 才能够让你去赚一个 很大的一个获利 尤其这个时间点要特别留意 主跌的趋势即将要成型 后面的指数下跌的幅度 会非常的大 所以呢 你一定要避开这样的风险 如果避不开 或者是不知道该怎么避开的 欢迎各位打电话进来 加入我们的法然操板室 那我们近期有一个一个月的收费 然后呢 让你过好年的一个计划 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方案 那有任何的需要 欢迎各位加入我们的法然操板室 谢谢 本公司以望着奇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好吗